剪辑 所以第一个影片先下载 我把它下载在桌面 第二个的话呢 我们用剪辑工具 那剪辑工具我有在这边放了几个 我是建议你可以用这一个 叫free的 关键是在free的 它是一个video 的那个cutter and joiner cutter就是剪 那join就是合并 所以它可以剪就可以合并 而且它是free的 那这样最好了 怎么去使用 第一个请各位把它下载 下载之后的话呢 第二个解压缩就可以 按右键 savenzip解压缩致辞 解压缩之后 它是一个压缩档 解出来之后的话 上面这边我已经解过了 打开之后请你找到 它是一个免安装的程式 所以你直接执行哪一个 执行这一个 这个不用安装 不像刚刚那个4k video 需要安装 那你就直接把它点开来 点开来之后的话呢 它的画面就像这样子 一个cutter 一个剪刀 那你就打开来 左边是cutter 右边是joiner cutter的话就是说 你需要提供给它一个影片 去剪 那右边的话就是说 如果你剪了好多段 你希望把那些段 合并在一起 那你就joiner就可以了 所以其实这个工具 还蛮简单的 它有别于像一般坊间 如果说你要做那个 比较进阶剪辑 很多像威力导演 不过威力导演 第一个你恐怕安装就要花很多时间 因为它那个档案非常的大 第二个的话呢 它的画面非常的复杂 也就是说你那个要使用 那基本上我们初阶的话 也许用这种简单的工具 先可以达到我们预期的效果 那怎么去剪 第一个先用Carter Carter 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把刚刚那个 我刚刚是下载那个什么 火车 火车爷爷这个啦 那打开来你会发现 它用那个media 这个media player 就帮我播啦 那这个影片的话 基本上 里面呢 额得到收获的话 那请你把它剪下来 并且 在这个影片下方呢 写一点东西 这个是我们今天要做练习 然后并且把它传到YouTube上去 建立一个清单 OK 那要怎么做 OK 特别说关键一 请你大概剪三段影片吧 那这三段影片 请各位不要乱剪 那这个可能需要你们把影片看完 那当然不一定今天马上教啦 你可以先练习剪辑 这里面有哪一些是你得到启示的 比如说我发现它里面 讲了蛮多 就是说有关 像刚刚讲的这些相关例子 像什么 像那个火车 火车我刚我刚有看到真的 那个在日本的九州 它那个火车 真的就已经出来了 而且你真的是可以去坐 像我这一次去北海道的时候 我发现它那边有那个观光列车 真的非常漂亮 真的一进去就跟餐厅一样 你随时你也可以买票去坐 所以其实真的很多 本来没有 但是你要去创新 它其实讲了一个 就是没有你要把它变成有 有这个过程就是创造 其实很多东西啦 其实YouTube 为什么它会成功 因为它给了一个机会 就是让你有创作的机会 所以千万不要 把自己这方面能力给扼杀掉了 就是你其实是有创造力的 那另外就是你们有文字的 这方面的专长 所以YouTube其实对各位来说 是一个很好的平台 那要怎么做 首先第一个 假如说你看完这部电影之后 那你觉得说 里面有哪一 假设 我这边假设有三段影片 你觉得它的讲的非常的好 我希望在这三段影片 先剪下来之后 在它的下方呢 写一点点简单的心得 比如说我从这一段影片 看到什么 比如说他到那个什么 芬兰 跟那个圣诞老公公握手 他花了49欧元 那你有什么感觉 等等啦 假设啦 这个其实让我非常向往 今年的耶诞节 我也很想要飞到芬兰 诸如此类啦 假如啦 不过跟那个耶诞老公握个手 要49欧元 折合台币大概要1750块吧 握个手1750块 显然是贵了 不过贵应该不是贵在握手 要飞到芬兰 那个机票可能更贵 不过刚刚我只是举例啦 那我们怎么减 前提一 先把这个free的video当 这个cutter先下载 二的话呢 把刚刚下载的这个影片 放到里面 不过他好像不支援拖拉啦 我不知道放开有没有 不行 所以怎么办 你可以按个加号 他会跳出一个画面 请问你的影片放哪里 那我就把这个影片给他打开 这个时候呢 他会跳出什么 跳出那个这个影片 当然你可以播放 他会跳出来 那另外你也可以去拖拉 当然有几个方法 你可以一边播放对不对 一边去记得就是说 那个影片是在几分几秒的地方 不过我觉得这个play好像不是很很顺 理论上应该会跳到那边 那你就把几分几秒记下来 到几分几秒记下来 记完毕之后的话 再到这边有个拉杆 你可以拖拉到哪里呢 比如说我觉得 没有这个他这个举的一个例子 在火车上有那个饭店 这个很妙 所以我希望从这一段开头 到他的那个这一段 这一段假设这个结束好了 比如说这一段火车 我希望当成是 我觉得这一段我很有心得 那我就把这一段剪下来 这个cut非常简单 先把影片放进来 也许你可以试播看看 确定几分几秒到几分几秒 那你设定头 特别说 其实这个软体非常简单 头跟尾 你只要给它就可以 再来就是设定什么 cut 那他问你说 你这一段影片要放哪里 那我就选取browse一下 我说那不然帮我放在桌面上好了 OK 按个确定 底下特别注意 有个file name 这个翻译是说你的档案名称叫什么 那比如说我给他一个01好了 我希望第一段叫01 底线后面也许你可以给他一个什么 这一段的心得 比如说这个是火车的心得等等 那你可以把它cut start cut 这个时候呢 他会跟你讲说 congratulations他你已经把它剪完了 那这个时候按确定 你可以看到 他会帮你放到哪里呢 放到这里 这边一段了 有没有 好那假设第二个心得 第二个心得我这个地方从哪里呢 从比如说我觉得他那个到西安那个还蛮妙的 他真的就有人帮他撑伞 我觉得真的也是这样的 当你需要帮助你会发现你身边突然之间都有很多天使 但是前提是怎么样 就是你如果真的愿意帮 你需要帮助的人 随时你会发现 有很多人都会随时好像就跳出来了 这样很奇妙 不过前提可能你平常也要多做一点善事吧 这样的话有 我这个跟宗教无关 我是觉得说你平常真的你有做一点好事 自然而然你就会有一些好的 感觉可能因为善累 OK好吗 这里的话如果说呢 这边假如这一段 咔一下 然后就把它咔一下 这一段我觉得真的 那你可以写一点可能你个人的心得 那这边的话一样放在桌面上 如果你再选就不用再选 主要是File Name要改一下 因为它File Name好像预设都会是那个影片的名称 所以我这边给一个零二 那这一段我给一个心得名称 好按一个Star Cut 这个时候它会再帮你剪第二段 然后一样的方法 再把它剪第三段 反正练习大概 大概原则上至少三段好了 然后这边的话一样改一下名称 03 然后就把它加一个名称 这个时候的话呢 我们就有123了 那恭喜你已经完成123 另外的话呢 Join你也可以试试看 其实Join你也可以把这三段再合并起来 123 把它合并在这边 一样把它加进来 加有没有 比如说123 不过它好像有个bug 我刚刚有第三段 可是它还没进来 所以可能有的时候你剪第三 假设有的时候它没剪成功 你可能就要再重新剪一下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它是free的 free的有时候会难免会有bug OK好 那如果说你也剪了两 你要把它合并的话 一样 再把它Join 它一样可以合并 不过今天不用 不太需要做那个合并练习 主要是剪期 那剪完之后 假设我们已经剪了两段好了 假设第三段这个没出现 我们假设已经剪好了 再来的话请各位上传到哪里呢 上传到你的那个频道里面 那频道的话怎么样上传 一 请各位看一下 其实基本上呢 你只要到你的那个YouTube频道 它的哪里呢 它的左上 右上角一定会有上传的一个 这个图示 反正你就是找到右上角的地方点击 它就可以让你怎么样 直接传影片 那怎么样传影片呢 基本上 我们可以有几个方法 第一个的话呢 你可以怎么样 选取从这边选取 第二个是用拖曳的 那你可以怎么 点这边一下 那一次呢 不是只能传一个 如果你有两个以上的话 那你可以怎么样 可以直接 选取两个 比如说我放桌面嘛 这边的话就是直接可以找到一跟二 这个 按Ctrl键多选 Ctrl键是多选 或者你可以用拖拉的 这两个拖拉过来 它一样可以怎么样 帮你上传 那上传之前 可能你要注意一下 它这边 传上去的影片 是不是要公开的 那如果说你这个影片 不希望公开的话 我建议是把它改成非公开的 因为它的权限有三种 一个是公开 非公开跟私人 但是呢 你如果要分享给别人 比如说因为我们这作业嘛 将来你要给我看到里面的影片 所以气得 你不要改成私人的 因为如果你私人 你自己看得到 但是 别人看不到 特别注意 之前就有同学交作业的时候 他用私人的 一连进去傻眼 无法观看 对不对 那当然就 所以请记住了 先改成非公开的好了 好 然后把他传上去 OK 那你会发现 他这个时候会出现什么 上传的百分比 然后另外就是说 这个是第一个影片 这个是第二个影片 各位可以看到 他会一边传 另外的话 旁边会显示什么 显示你的那个上传 要不要给别人看到 那请你选择非公开好了 这边也选择非公开 最后的话 这边 底下 这个是影片的名称 下方的话 基本上 就是你要打什么样的心得 所以你在上传的过程当中 可能你就可以顺便打一下心得 另外的话 底下这边还有一些标签 这个标签指的就是说 你这个影片 有没有什么标记 比如说被搜寻到的关键字 像什么呢 火车爷爷之类 比如说这个影片 是跟火车爷爷有关系 所以你也许可以打一个什么 火车爷爷的关键字 那你就把这个 然后下一个的话 可以把它 逗点或空白键 然后继续打 最后做完之后的话 你就把它完成全部 那这样子的话 就可以把影片传上去了 那完成第一步 就是影片上传 那待会我们再来看 就是说上传之后 请你缴交一个播放清单 那怎么再加播放清单 第一步先传 第二步的话 我们再会切到 那个创作者工作室 做播放清单的动作 那请各位先试一下 来把画面先还给各位 那我刚用的那个软体 记得是在哪里 在那个我们云端上面的YouTube YouTube里面会有个什么 工具程式这边 有个快速剪辑 就可以找到了 来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好